这车还挺酷的 推位感不错 操控也很好 加速很快 还有跟跑车一样的大溜背设计 大溜背设计 老科技点像收获 知误宝刷新世界 本节目由每天都带用的 知误宝独家冠名 同样的向各位介绍 今天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 咱们分别是 科技新推官马思纯 科技发声书李淼 科技制作性王孟秋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掌声 有请科技体验官 奥运冠军跳水王子田亮 田亮哥哥你好 欢迎来到志愿将来节目现场 欢迎你 江老师你好 今天你对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要期待 我期待就是让我见到 我从来没有见到的东西 好 我们一定不辜负你的期待 请上嘉宾座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今天的第一个科技项目 这是我的爷爷和奶奶 我的爷爷呢叫崔星李 今年81岁 奶奶呢叫曹雪梅 今年77岁 他们结婚已经56周年了 睡不睡啊 睡吧 你就是睡 我是陪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 跟他们关系特别特别的亲 但是呢我没有办法 时常的陪在他们身边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啊 有自己的生活 那么平常呢也只能说是打个电话 或者说是偶尔也去看看他们 爷爷患上二次罕默症以后 抖丢过一次 当时全家人找爷爷都找疯了 奶奶当时也特别担心 就抱着爷爷的衣服 一直在楼下等着 在寒风中吹着 找到爷爷的时候 爷爷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找我的老婆 爷爷有糖尿病 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吃的 他一点点糖的食物 对爷爷来说 这个都是不允许的 每天他都是要吃药 要打胰岛素 现在奶奶年纪 也是慢慢变大了嘛 有时候呢也是很力不从心 可能偶尔有一两次 会忘记给爷爷吃药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担心的 因为我们不能 时常地陪在爷爷奶奶身边 希望能有什么办法 让我们虽然没有陪伴 在爷爷奶奶身边 但是呢 好像没有离开过他们一样 是会和他们在一起 你几个身子啊 八个身子啊 四个身子啊 四个身子啊 对啊 大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曹雪梅 来自武汉 这是我的老伴 爷爷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什么名字啊 陈青雷 姐你几岁了 你看七十 七十七十 这是我 你看 他永远记得自己夫人的年龄是多大 而自己的年龄多大 不知道了 爷爷 啊 她是谁啊 她是她老婆 她是谁啊 她说女儿 大家好 我叫尹琼慧 今年二十三岁 我是他们俩的外孙女儿 爷爷昏病多久了 爷爷中风二十年 嘴巴歪眼睛斜 半边不能动 六年前就犯了个二字痕目症 二十年 我跟爷爷剪头发 剪了二十年头发 打了十几年的针 跟他按摩二十年 所以爷爷没有残疾 按摩二十年 嗯 有一次走出去 怎么回事啊 有一天啊 他在看电视 我就写东西 后来我一转眼 发现爷爷不见了 我就到处找 见一个人就问一个人 记得电话也找不着了 监控六个小时 都没有监控着 爷爷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时候我就很着急了 我也听说过 这个老年磁带跑出去啊 永远找不着的都有 心里头啊 就着急得没有办法 怎么办 真正跑得有怎么办 后来呢 快到六点钟的时候 一个城管的讲说 见到这一个老弟弟 在这个十字路口 还那么就为了四条路找 后来找到了 爷爷当时你 您走出去 您去干嘛了呀 那曹小梅 曹小梅是谁啊 阿姆老婆 其实我一生最感动的 他时间都忘了 没有问到我曹小梅 在我们制造将来的舞台呢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科技的项目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有请科技金出场 请前往面部识别区 面部识别成功 欢迎抵达制造将来节目现场 好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丁显峰 负责智能人居的研发 咱们对这个给崔家做了哪些改造 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个 智能家居的看护系统 我们已经把智能家居的 智能传感器呢 集成到了这个贝贝的这个手机上 先可以看到 比如说爷爷在21点36在睡觉了 早晨7点钟起床 然后包括他去了这个洗手间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会记录出来 就是我看到这个 这些指数在家里都是有一些 探头这些东西去实现的吧 是的 就是说我们呢 在这个爷爷奶的家里面呢 安装了红外整体传感器 在他的客厅 在他的卧室 这样的话呢 可以检测他有没有睡觉 有没有出门 有没有上洗手间 那他那个身体的那个健康 是不是也可以去感受到呢 是的 可以看到这边一张蓝色的吧 是吧 那这个蓝色的吧呢 是代表的上面几点几分 二十点十分 他需要吃药 那这个是贝贝呢 他按照医生的嘱咐 把爷爷的药方 录入到他的手机上面 可以录进去 然后同时呢 关联到你身边这个药箱里面去了 江老师你可以试试看 好 来 奶奶 现在要给爷爷打胰岛素哦 不是僵压药 不要拿错了 这是贝贝的声音吗 这是贝贝的声音 比如说到九点钟 是僵压药的时候 然后他会主动来提醒奶奶 什么时候吃什么药 什么时候吃哪种药 那么这一地方 现在是一个蓝色的吧 如果假设过了八点十分 它会就变成橙色的吧 橙色的吧就是提醒贝贝 这边就打电话给奶奶 你应该给爷爷吃什么药 哦 也就是说过了时间没吃 贝贝知道 对 这个江老师 你可以看看这个冰箱 有什么不同 这不就是我们家庭的普通冰箱吗 是的 那江老师你看 你要不要你打开试试看 好 爷爷 我是贝贝 你不能吃甜的啊 你要多吃点蔬菜 哦 当两位老人打开 冰箱的时候 他要提醒他 是的 江老师你看 好 这同时 在贝贝的这个手机上 他也就收到了冰箱 你打开情况里面的照片 哇 江老师 你可以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 好 奶奶 柚子对你和爷爷身体特别好 记得多吃一点啊 啊 他知道我拿一个柚子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摄像头的最主要的功能 它可以完全识别到 比如说香蕉啊 黄瓜啊 柚子啊 然后根据这个爷爷的健康状况 我们可以主动推荐和关怀 这个比如说爷爷到底应该吃哪一种蔬菜 哪一种水果 还有一个问题 就刚才那个问题了 就爷爷万一溜了出去以后 怎么办 我们给爷爷带了一下一个智能的手环 然后这个手机上有一个黄色的这个bar 这个点开黄色的bar 就可以看到爷爷的定位的位置 在今天爷爷定位的位置 就在这个我们的演播现场 就是我们现在所拍摄的地方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 比如说他爷爷走丢的时候 你这个贝贝可以一箭行呼他的 打电话给他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正在拨打他的电话 那就意味着咱们大妈 如果将来你带着这个手机的话 就不担心他从家里走出去了 我就放心了 好 智能手环他也能感受到他的这个心率 波速 血压 比如说今天他的健康指数是86 然后超过80% 他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状况 这个设计实际上非常的智能 是的 就像信用卡普大喜盆的APP一样的 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 各种各样的方便生活的东西 我们都能找到 江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惊喜 这个给到我们的这个贝贝和他的爷爷和奶奶 这个惊喜就是我们的这后面的这堵墙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到这边墙可能是咱们崔家的一些照片是吧 刚才你跟我说了 有惊喜 惊喜在哪 惊喜请看 您收到一段视频 快来看看 爷爷 我是壮壮 您的外孙子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啊 你天天给我买这样的甜甜圈吃 好久都没有吃到了 今天又买了一个小鸟 爷爷 你一定要好好听奶奶的话 等之后放假回去看你们 我们在每一个相方的背后 可以让这个爷爷奶奶的孙子孙女 他们可以实时地拍一些视频 拍一些照片 实时地推动送到这个墙上面来 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实时地陪在了这个爷爷奶奶的身边 是达到了一个情感的看护的一个作用 有助于这个爷爷的这个激励 那我想问一下贝贝啊 用这个东西经常用吗 我们肯定是要经常用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录了一个视频 因为爷爷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们了 爷爷感到我们的视频 他可以想起我们哪怕一秒 他可以忘记我们一秒 我们真的是特别地感谢 因为爷爷现在真的是只记得奶奶了 爷爷 我是谁啊 你谁谁谁谁谁 鸭忍 你又是什么 我是贝贝 那是贝贝啊 藝贝啊 坐在你身边的是贝贝 哦 对对 贝贝 心酸 心酸啊 心为什么酸啊 我跟他常常叫贝贝的 我一直问一问 稀里糊涂了 他说他记不起贝贝 自己稀里糊涂了 他感到心酸你看 这就说明 那个爱的种子 依然在他心里 我们还有哪些应用 这个大屏系统 我们也打造成了 视频通话系统 这个爷爷奶奶 可以用他打电话 给他的任何的亲人 所以我想问一下爷爷奶奶 你们现在最想和谁通话 我想跟我儿子通话 儿子在哪儿啊 儿子在广东三围 好 那个奶奶 你直接说打电话给儿子 好 打电话给儿子 我们连连看 这是儿子 爸 爸是吧 爸 你们身体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身体可以 还可以是吧 药都按照吃了没有啊 要吃了 你想不想我 想起你啊 你在哪里啊 我在 我在广东 你看我在哪里啊 你看我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 你在广东 你看到我没有啊 拿着点火 妈妈 我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Estoy在哪里啊 有没有啥 自己的 在哪里啊 我没啥 来 我们到这边来 今天我们一起造个全家屋好不好 可以啊 好 来 看到我们刚才的那个演示的系统 你什么感觉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人 感谢这个所有的科技人 现在有这个系统以后呢 我能够随时随地 能够看到爸爸妈妈 能在家里的状况 是否安全 是否健康 随时随地可以关心到他们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爷爷 来 你们全家 来 我们先入席就座 休息一下 好 谢谢你们 来 我们先入席就座 来 我们先入席就座 看到他们站在那边拍那张全家屋 还蛮 蛮心酸的 大家都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关注周围的人 他的心理状况 其实没有什么比我们身边的人 对我们更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从身边开始 我奶奶听不清楚 她就天天就是 她只要能见到我的时候 她就这样看着我 然后我就说她就哭了 她就笑了 因为她只能见我那么一会儿 我觉得刚才就是 我看到那套系统的时候 我特别自责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真的不够 我特别希望这个东西 能够推广到千家万户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最应该在乎的人是谁 其实每个人的家庭都很忙 都就像这个贝贝他们家庭一样 都没有空照顾他们 对吧 那么我们做科技的人 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科技 不希望它停留在实验室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也带来了 智能的这个小区的解决方案 真的吗 是的 能够给我们看一看吗 好的 好的 这个我们在上海的 某一个小区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200多东西 每一个洞楼里面有不同的素质 其实是不同传感器 你看左下角 烟雾报警器 消防手报 门瓷 垃圾满意检测 地磁检测 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你看叫消防手报 我们给这个社区里面的 每一个老人 带上了一个 比如说这个项链 当他跌倒的时候 他首先这项链可以检测到你 如果没有提醒报警 他可以按一个按钮 一键就接到了他的社区的医院 和社区的看护中心 就在一秒钟就可以发送报警 然后就能够在黄金四分当中得到救治 而不会产生不可恢复的损害 其实这一套系统 在之前我一直很向往的 因为我的父母 在我心里当中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报喜不报忧 有一次是真的是我妈妈 在家里摔倒的时候 她是在地上 疼得她打滚半个小时 家里没人 然后她自己 用了半个小时时间 缓过来了 她自己爬起来 然后再去看大夫 因为没有这套系统 她跟我是在两个地点 她是在老家重庆 我在北京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每次打电话 她可以说话 一切都好 所以我觉得 我太需要这种系统 真的一个家庭 父母的平安 是家最大的幸福 所以像这样的系统 我们会复制到千家万户区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 不发信用卡 制造将来科技入库时刻 有请四位嘉宾 为智能人居项目 开启科技入库大门 请开启 好 现在我们请丁显峰 代表智能人居项目 进入制造将来科技库 有请 今天我们看到科技的力量 科技让每一份爱 变得更加轻松 也变得更加简单 我们有请下一个科技项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制造将来第一届辩论大赛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王孟秋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请到了 当前之后的全明星变手阵容 第一位科技新飞观 马思纯 大家好 反方一变 数据精英 报一变 数据永远不会撒谎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正方二变 秒数 大家好 反方二变 逻辑达人 报二变 如果逻辑不通 所有假设都不成立 正方三变 跳水王子 天亮 我们不会这样的机器人的 反方三变 引经据点 报三变 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正方四变的位置是空的 26年前 凭借一句 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 我们用它来寻找光明 正翻了 整一个华语辩论界 我们的正方四变 就是 您可以立即打开植物宝 搜索 制造将来 就有机会成为科技经理 我们的正方四变 就是 世界辩论大赛第一届的最佳辩手 蒋四变 蒋南六老师 这一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而我注定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谢谢各位 那么反方四变 就是我们的拉票大师 报四变 你不投 我不投 小报何时能出头 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职业女性 要不要在家下厨 请发言 我觉得职业女性 是要在家做饭的 因为职业女性 也要在家吃饭 你不做饭 你怎么吃饭呢 所以呢 你要学会自己做饭 好 第二点呢 做饭不光是 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 做饭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心意 第三点 职业女性独立自主 想干嘛就干嘛 我高兴做饭 我就做饭 我为什么不能做 好 我们零压力尺的马思纯 那么反方一变 赶紧了 你放心 他没听懂 对于反方便有 马思纯小姐的说法 我报一遍表示 不敢苟同 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精神独立 就是敢于选择属于自己的路 就像你们人类走路 基本靠腿 我们抱小蜜 移动基本靠滚 就拿身边的数据来说 一位职业女性的月收入 假定了八千块 那么每月扣除双休日 工作22天 每天工作八小时 那么换算下来 这位职业女性 每小时收入是 45.4545455元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 我们经常吃的红烧肉 从买好肉洗干净开始 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做一顿红烧肉 损失在13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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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 职业女性原本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 一三个小时 炖出来的是红烧肉 她们炖出来的是红烧钻石马 脑筋香玉 让职业女性下厨做饭 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真正成熟的社会 应该包容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最后我想听他们发出一句呐喊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 而不是看菜谱 那苗叔 你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好 请我们的正方二变 苗叔 报小蜜说到成本 我方认为成本不是计算和评估 一件事情的唯一标准 太对了 另外呢 女性下组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解压放松 第二呢 是情感 如果你亲手给心爱的人做一顿饭 情感得到的生活 这样你就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恕我直言 本报认为对方二变的逻辑 真的是非常不通 对方便有说了半天 什么职业女性下厨做饭就能解压 这毫无逻辑可言 你切个黄瓜 捏包泡面就能解压 那是做饭吗 那是手签吧 做一顿饭至少要花三小时 有这些时间 就哪怕和我们机器人聊聊天 都比下厨做饭解压吧 所以 从逻辑上来说 职业女性不应该下厨做饭 老方二变言辞非常犀利 天亮 你觉得她的逻辑也密吗 你准备好了没有 是这样 你们是职业女性的请取手 看来你们没有一个是 你们谁谈过恋爱的请取手 请欺负人 我就因为我家里面 一个会做饭的职业女性 我就娶了她 不听不听 刚才你们说 做一顿饭得花三个小时 其实这三个小时 你们说可以去唱歌跳舞 干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边做饭边唱歌边跳舞 不可以吗 这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机器人不懂的 哎呦喂 您说的可真棒 我突然发现你讲完了以后 四遍可以不讲 哎呀 说得这么好 怎么不上天呢 受不了了 你们一会儿说我们没有手 一会儿跟我们打感情牌 你们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呀 你说职业女性下厨做饭可以获得情感 明显是觉得职业女性不会下厨是一个缺点 但是纪伯伦曾说过不会原谅女人的细微过失的男子 永远不会欣赏他们伟大的德行 你也不会发现职业女性最光彩的一面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 不倾国不倾城 只倾其所有过自己要的生活 这难道不是新时代女生的追求吗 不要被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所拌注 世界那么大你该去看看 哇 果然厉害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啊 我们的正方金牌四变 蒋老师 不要把厨房看成是战场 尤其是男性和女性争夺谁该下厨的战场 女性如果在下厨的过程当中 能够满足自己的天性 晒一晒她作为家庭主妇的那种满足感 这是到街上买买衣服代替得了的吗 好 所以我跟对方讲 不要把下厨妖魔化 如果她来给你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如果她让你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 下厨对你们来说 还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吗 哇 终于轮到我了 最重要的人总是在最后出场 不管对方便有怎么说的天花乱坠 下厨做饭就是付出和牺牲 女人明明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漂亮 非要把自己和柴米油盐拴在一起 而且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职业女性不做饭会对家庭和睦 有影响 你不做 略抱移动机器人家族可以做啊 科技的进步 让不得不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更多的人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的发言完毕 希望大家能记住我 你不投我不投 报价小蜜怎么红 果然是拉票大师 接下来我就把主持人的重任交还给蒋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 不管是辩论也好 还是生活的其他场景也好 刚才报小蜜的表现 给了我们对生活想象的另外一种可能 那么这种新的可能还会是什么呢 请看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右左边了 这位是报小厨 四孙 你要不要跟我们报小厨比一下 烧饭当中的第一个功夫就是要切菜 你看你切 然后我们报小厨呢也切 看看你们的厨艺到底谁强谁弱啊 他的黄瓜在哪啊 哦 这边他自己去拿 我也是个拿的 你也是 哦 你也是个拿的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哇 哇 哎呦 你好快 当心手啊 一定要当心手 你顺便看看人家 四孙 他好像切得不快 他就一刀一刀的这个 他切得很薄 对 切得薄倒是真的 这他赢了呗 好吧 哈哈哈哈 应该你们都不给我信心 谢谢 来 掌声给一下四孙 来 报小厨的手艺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把黄瓜探开了 哦 哦 对啊 据说我们这个报小厨 会给大家烧一盆拿手的好菜 我们也请嘉宾上台 那进去来看一下报小厨的厨艺 到底怎样 来 有请 做什么菜啊 公报鸡丁 哎 哎 居然还有点饿了 左手做料 右手是操作 哦 这是倒油 啊 他还把倒油倒得均匀 哎 他还会烧 对对对对 专业 有火 有火冒烟了 哎 有点香味 啊 要端锅 哎呦 可以 程序没错 哎呦 现在要整鸡丁了 哦 哇哦 闻到了吗 啊 闻到了 香啊 是吧 哎 哦 受不了了 受不了 真的是很香 好香 你看他该翻炒一下了 哦 对 不能让时间太长 他这个精准度很好 但是真的能炒出好味道吗 好问题啊 待会儿会给大家尝一尝 很香啊 看他要装盘了 哎呀 一气呵成啊 来 几位 先来一块肉 嗯 是吧 花生来一个 我还想吃肉 还想吃肉 好吃 这评格级别米其林厨师 哎呀 哎 掌声努力一下 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 爆家族的另外一个明星 叫爆咖啡 天亮 你喜欢喝咖啡 是 怎么用最好的程序 让你喝到最好的咖啡 爆咖啡可以讲说是费尽了心思 哎呀 那就赶紧泡呗 我们有几种咖啡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一喝就美 一喝就美 马蹄 减肥失败 马其朵 四春 你帮我选一个 一喝就美 一喝就美 明显的他是为自己选的啊 确定 一分三十五秒 你看他正在做了 他正在拿杯子 放在机器下面 这个时候 他在调节操作感 他在点击 选择打奶泡 拿铁吧 这样有牛奶 你看 他打磨了以后 还给你摇晃 哎呦 哎呀 他下面也给你摇晃 你知道吗 他要弄得均匀一点 哎呀 他自己把门给我开了 好 现在有请柯主 把这个一喝就美的拿铁 送给田亮 太棒了 哎呀 喝喝看 这真的是一喝就美 哎呀 大家肯定好奇了 他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人 今天才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展现这样神奇的效果呢 我们有请科技精英入场 大家好 我是猎豹移动的服务机器人研发负责人王斌 根据我对猎豹移动的理解啊 我们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聚焦在引导的机器人 或者是带有一些前台功能服务的机器人 是 哎 怎么让我们眼睛一亮 有刚才的这样爆咖啡和爆炒厨的这样的一种研发呢 是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同事 他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疾病 哎呀 就这种疾病呢 就是让他呢 在生活中 有很多我们觉得非常简单的事情 他也会觉得很困难 这同事今天跟你们团队一起来了吗 对 对 他今天就在现场 在现场 是的 好 我们请出这位同事 有请 你好 你好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开心 来自猎豹一栋 大家叫我开心就好了 叫你开心就好 我们也开心就好 冒昧地讲一讲 我握你的感觉吗 握手的时候 可以的呀 我摸他手的感觉 就是没有骨头的感觉 就像摸了一个树叶的感觉 刚才咱们王斌说 你可能得了一种病 那是什么病 跟我们大家讲讲 我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 节地组织病 叫EDS 全称是 Alice-Danlos综合症 它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 跟别人说 我这就相当于是中彩票了 你能不能 就是举个例子 你这个节地组织会影响到你什么 吃饭 对我来说就是充满疼痛感的一件事 并且很辛苦 是吞咽的时候吗 我很好奇 我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食物穿过喉咙 然后进入食道 滑到每一个部位 我是能感觉到 它消化的过程 然后我的心率在 三十或者二百二十多之间波动 每天 这么大幅度啊 对 体重会有变化吗 我有的时候会 是一天之内水肿十公斤 然后因为我的膝关节 或者髋关节可能会突然地脱胃 前天我来这里参加节目录制的时候 在机场被一个人不小心撞了一下 然后我的右肩脱臼了 我就自己动手把他兑回去了 你是已经习惯了 就是然后自己也变成了自己的医生是吗 我算是九病成医吧 生病是我生活中的常态 但是他不足以击垮我 因为他还不是生活的全部 作为一个产列爆移动的一个成员吧 刚才说的跟他有关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同事 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同事们 像刚刚大家见得到爆小蜜 每一个人都很友好 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 所以如果说这是我与我们的产品相关的地方 我想那我希望它是与更多的人是相关的 我其实没有想让他背后 是有一个这么大的原因在的 知道他可以为开心 还有很多很多类人群 都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然后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服务于更多的人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不忍心让他在这个台上 站太长的时间 请你下场稍微休息一下 我想问咱们下一步准备攻克哪些技术难题 我们今天做的是在某一个特定场景下 某一个特殊的应用里面 把我们已经掌握的一些技术 通过深度学习 包括芯片和传感器的一些进步 把它运用起来 放到一个特定场景里面 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全技术链条 去优化它的用户体验 把我们的视觉 导航 语音识别等等这些算法 全部组合起来 在一个场景里面 把用户体验做到最佳 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做的 好 掌声鼓励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科技浓能制造将来 普发信用卡 制造将来科技库 入库时刻 现在我们请四位嘉宾 为猎豹机器人 打开科技入库之门 请开启 请王冰代表猎豹机器人 进入制造将来科技库 我们有请下一个科技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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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家的孩子 现在很多的帮忙也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今天我们还真的要看一下 别人家的孩子 有请三位朋友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来 大家好 我叫福宝 来自北京 我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大家好 我叫万海岩 今年十二岁 来自上海 我叫袁一红 来自广东中山 今年十三岁 好 今天三位 要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表现 怎样的本领 其实我们三个人 都分明带来了自己的小作品 来 有请客座 谁来先展示 我 你 对 你的作品在哪里 在这 在这里 我看这上面有很多的水果 你先别着急 我不着急 对 我现在想请四生姐姐上来挑一下 她最喜欢的水果 有请 四生姐姐 挑几个 最喜欢的水果 草莓 好 然后请你用这个夹子连到上面 就像这样 连 疼太短的话就直接插进去 也可以 这样 这样一下 最好插满 OK 我现在想要变个魔术 诶 请四生姐姐碰一下 她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水果 她不会变我吗 她可以发生旋律来啊 现在呢 我先弹两个小节 看看四生姐姐能不能听出来这首歌 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蒋老师 西安红 西安红 太棒了 谢谢支持 那么下一个是谁展示呢 下一个就是我来展示了 那你要给我们展示什么 那我带来了一款我自己做的AP小游戏 哦 你自己做的 对 我自己做的 听说孟秋哥哥还有富盛哥哥都很聪明 我想让他们两个来互相对战 好 有请两位 我想问一下 这个游戏是不是很简单 对 它是一个很魔性的小游戏 只要点击屏幕让它跳起来站在格子上就可以了 好 比赛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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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王冒秋停留在一分 我这个肯定是触摸布的影 现在就是看复胜了 好 今后图胜以42比1胜充 来 两位 试试 张老师你知道吗 别看那个游戏很小 它设计了很多小的这个机关在里面 它每个砖块出来的高度是随机的 速度是随机的 对 所以点击感不行就完全 年纪大了就玩不了 你还做过其他游戏吗 我还做过其他45款游戏 这全部是你做的 对 太厉害了 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们海岩还曾经在小程序大赛上 获得支付宝的offer 就是云七大会 上面有个小程序挑战赛 就是在限定的时间内 它有任务让你完成 然后我最后呢 去一秒之差输给了第一名 但是因为我是整个参赛里面 年龄最小的 所以当时可能要给我offer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你今天要给我们展示什么 你猜在桌上是什么 它就是收音机呀 对啊 它怎么像收音机 但它是一个能跟你聊天的收音机 A 它的名字叫小兰 但是呢 你要叫它 你要叫Alex 试试看好不好 Alex 今天天气怎么样 生气了 不想告诉你 但是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 告诉你喽 今天音温度六血湿度 这就聊完了吗 他可以跟你讲笑话 A Alex 你可以给我讲笑话吗 买了个灯号 那老板为什么不要 老板说 就是选料吧 好冷哦 哈哈哈哈 哈哈 请问它是用什么样的原理呢 我写完架构 我会再给你们的架 写完了 完全看不懂 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好 这是小兰的框架 就是这玩意儿怎么运行的 这是小兰设备端 小兰设备端可以有各种形态出现 比如你的手机啊 啥子啥子的 然后呢 这是小兰的大脑 这是小兰思考的地方 这是小兰的技能 小兰SKILLSKILLS 很多个嘛 小兰技能呢 就满足你要她干什么 就比如你刚刚要她查天气 但是你跟她说的句话啊 她怎么听懂的 A 有个语音识别 然后呢 这个她会得出来一个意图 然后再返回来 然后再告诉你天气是啥 还有中间的一个是干嘛的 TTS 她会出来一个蚊子 她们身上体现了孩子那种好奇心 这么小去学编程 在我们上代人看起来都不可想象 但是事实上这个时代变化是如此之快 后来我们发现 所有的真正的时代的进步 都从孩子开始 那我相信她们可能真的是真正改变中国的一代 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 而且超受他们这个年龄 所以非常的了不得 他们呢 在网上了解到了四川省大梁山 浦阁县有一座中心学校 他们把自己所学的 跟他们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为谁啊 美丽的大梁山 迎来了三位神秘的孩子 他们将要和浦阁县中心小学的同学们 一起进行学习生活 今天我们浦阳卫视制造将来的 三位小朋友到我们拜来 掌场欢迎 这一天 山里突下大雪 但大学也没有挡住山里小朋友们的热情 他们在学校休息日 邀请依红 福宝和海盐 去家里做客 当时的火非常暖和 可是烟一直呛着我的鼻子和眼睛 让我非常难受 然后讲到我带了一些零件 也许可以帮助他改善这个问题 好嘞 来 你来拿靠近这个烟灵的视频 你看 这就会写 它这个指针它都会转过来 然后前世要开窗 然后像你看 它这个会有一个摄像头领 进行屋内的一些实时拍照 请坐 谢谢 有平时未及吗 不会 看到他们很辛苦的早上一大早起来 所以呢 我就想着要做一个平时的温室器 一天为两次吗 你要 稍微给你改一改 就是到六地它就打开了 没有问题了 现在就好了 放你垂直的放 我试一下 现在五十九五分 应该快了 哇 帅 哇 好棒啊 哎呀 挺有意思的 但是你们在去大梁山之前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从网上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很多资料 他们一些取缆措施非常不方便 所以呢 我就想依换我们的创作 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我去之前呢 就希望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改变 教他们去学会编程 当然我也希望我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改变 学习到很多 其实我想的很简单 我希望用我的快乐可以感染到他们 让他们的刻鱼时间变得丰富一些 更有趣一些 每一个人从小都有自己的善良的种子 每一个人都有关心别人的一颗心 希望你们把这颗心一直带着直到永远 好不好 请你们到床下休息一下 谢谢你们 那么大家肯定要问了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 到底从哪里学来了这么多的本领了 我们就有请出这位科技精 别支持 请出这位科技精 好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变成猫的CEO李天驰 很高兴见到大家 谢谢 不是您教了他们编程吗 其实我没有直接教他们编程 我自己做了一个叫编程猫的软件平台 那这些孩子是在那上面去学习和互相认识 我有个好奇的问题想问你 最集中使用你的这个平台的年龄段 基本上在什么时候 我们平台现在差不多是300多万的小学生在使用 300多万小学生啊 对 对 这些孩子在你这个平台上学到了编程之后 你直观地告诉我说 他们的确在他的学习生活工作当中 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编程教育本身 它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的这些孩子的一些逻辑 能够去得以锻炼 为什么我们把编程和猫放在了一起 就是你会看见这些学完编程的孩子 他普遍第一具有很强的好奇心 对 就像小猫一样 然后第二个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语 其实是懒 其实刚刚艺红的项目你会看见了 原来我们怎么样去慰藉 我靠很勤奋地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那我真是因为我不希望你这么辛苦 所以我给你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 那第三个的话其实我们说是提出问题的能力 因为其实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如果你要将来成为一个CEO 你要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那这个是一个必备的一个能力 你刚才给了我们这个注入了一个新鲜的血液的这种感觉 就是学生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们自主的权利更强了 其实这样的话 一个是提高自己的兴趣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 你会更关注自己的内心 更关注身边的人 包括像这三个小朋友一样去大梁山 去关注整个社会 因为你做的是你热爱的事情 所以你的关注的点会更发散一些或更大一些 所以真的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普及下去 我认为我们和发达国家今天最大的差距 一定不是生产力 也不是勤奋 也不是科技本身是教育 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 就像天使说的 他完全可以根据他的目标 他的兴趣去把那些技能给补齐的 只有通过这种像Steam教育 编程教育去改变这一代人的思维 我们可能才在未来 就有可能真的有我们自己的很多 发明也好 创造也好 还有就划时代的贡献 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下一代 这个孩子们 他们有机会去做到的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呢 能够通过编程猫的课程来了解 怎么样学习编程 爱上编程 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个编程的作品 造福你周边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 捕发信用卡科技入库时刻 我们请四位嘉宾 为编程猫开启 科技入库之门 请开启 接下来我们请天池代表编程猫 进入制造将来科技库 有请 孟秋哥哥你也在用编程猫血编程啊 是啊 我也想让我女儿用编程猫血编程啊 嗯 这个很方便呢 她现在这样还很小都没上学 但是我觉得也得 时刻准备着接替我的一锅嘛 对 未来都是编程的 那这个在手机上也可以玩吗 是啊 所以特别方便 我觉得非常直观 非常简单 嗯 下载不发信用卡APP 参与互动问答 赢科技好理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制造将来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用科学去拥抱 以来的将来 让我们一起 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新浪里乐 深入媒体合作平台光明网 凤凰娱乐 搜索娱乐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 环球网 新浪新闻科端 网易新闻科端 凤凰新闻科端 扎克 今日头条 互动百科 狗科网 动演科技 推荐上去中文 常人会 利亚德 蓝硕科技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搜索 制造将来更多暖科技 等你解锁 哇 这就是中国制造 有一群人 他们钻研一声 只为突破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能把我们做到一个世界机 如果我们自己都认为我就是个二流水平 那我们国家 民族怎么发展 以智之名 创造将来 以我之名 改变未来 对不起